伏林 伏林最恋愛的就是它有氧不氧可以保持病情 這個在很多訓練項目裡面是少見的喔 那麼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伏林最有名的一個動作叫做Sweet 也就是盪伏 首先的時候建議大家女生先買一個手套 然後把你的布丸戴好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用八公斤的伏林把它盪起來 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進行小甩 先習慣的用寬抱來推伏林 Go Go 小小的甩動就好了 要讓大家理解的是呢 當你在做放骨的時候其實是用你的屁股去推伏林的 肩膀要上鎖 下背不用特別的往下 側面 記得膝蓋上鎖喔 膝蓋不要怎樣去蹲它 沒有這個動作 好 維持呢動作本身呢都是前後動作 膝蓋手穩喔 Go 走小甩 手的部分呢不用刻意的往上拋 保持輕鬆甩就好了 臀部推瀉 臀部推瀉 記得大腿不吸換氣 這個動作我們叫做小甩 維持小甩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很清楚的可以學習到 你要如何頭部寬爆發來把伏林帶起來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正常甩囉 好 首先的時候先把伏林放在這傑方三角處 兩腳這樣快一點 趕快 接著把你的下背 維持住 Hold穩定 維持在對應舉的腳 輕鬆伏林的時候 鎖出肩胛 硬開的時候就把你的伏林 上帶到你的胯下 然後推瘦出來 預備 動作 來 這裡面呢 它有很多很多細小處需要注意的 首先一開始的時候 你一定要懂得肩胛要上鎖 不要被你的伏林帶往前 接下來最重要的是 你必須要等到伏林落到胯下的時候 再做一個推 千萬不要在伏林在這麼高等的時候 就把你的伏林曲關 盡量把你的伏林一口氣塞進胯下 臀部後手 頂鎖推出 上 4 3 2 1 下 曲關 頂鎖上 推伏林 腳上呢 這個部分的高度是4的話呢 你一定要等於伏林下來 維持 3 2 1 下的時候舉弓 頂鎖 推 推出 4 3 2 1 低下 頂鎖推 千萬不要等伏林還沒有落下來的時候呢 你就做出屁股曲關 頂鎖推的時候呢 即便是你的肩爆發再大 你都沒有辦法打到伏林 就會變成用手帶到伏林 帶伏林喔 這個動作真的要好好的 反反伏伏不斷練習 才會做得漂亮